15年前的今天,張國榮哥哥推出了他的陪你倒數專輯 今天就是這張專輯25周年紀念 這張專輯就是當年哥哥離開滾石唱片 是加盟環球唱片的第一炮 當中的一首左右手到現在仍然是經典 而當年也創造佳織 令哥哥是首次奪得戚冊的至尊歌曲大獎 新城勁爆年度歌曲 以及在各大頒獎藝得到榮譽獎項 這張專輯中除了左右手 例如春夏秋冬、心跳呼吸正常、小明星等慢歌 都很多人喜歡 至於快歌有陪你倒數、寂寞有害、同道中人等 這張唱片突顯了哥哥不同的音樂方格 當年大家固然是愛不適守 左右手拿到四台冠 而這張唱片在短短兩星期之內已經賣過六萬張 亦都在IFPI唱片銷量榜的榜首停留很多個星期 當年實體碟市場備手衝擊 能夠創造這個佳織絕對是逆時期八 不過Andy覺得這張唱片最令我佩服的就是 時代會不斷轉變、潮流會不斷轉變 但哥哥由八十年代開始紅 紅到九十年代尾 仍然有一張陪你倒數出來 是打倒了當年很多的後輩 在很多的頒獎禮裡面得到最高樹榮 這一份的精神其實很值得 樂壇裡面的歌手和歌行各月人士學習的 這份精神就是天天如生不斷突破了 無論自己的音樂事業或者什麼事業 去到某一個階段 是要不斷令自己與時並進 不斷挑戰自己的 哥哥張國榮就是能夠做到這一點了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階段 亦都可以看到他有不同的風采 去到九十年代尾 這一張的陪你倒數 正正就是印證著他音樂上面的另一高峰 旦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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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草餅